我們必須要尊重別國的法律 不管你把台灣跟大陸當作一邊立國 或是兩岸同時一中 就是不同的治權下的地方 應該尊重 不只是尊重中國大陸的 你到了世界各地去 都要尊重別人的法律 然後自我耶穌 台灣可以燒國局 不表示你在泰國你可以燒國局 還有你在台灣可以衝進官署 警察打人 你不可以在美國是隨便衝 那警察真的會把你打死 直接是用槍 不是用警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非常同意看到有華講 這就是一個言論之語 我版是版的同意 但是當你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說 你必須尊重個別差異 你必須要耶穌自己 否則你就不要去 就這麼簡單 譬如說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找女人 這是哪裡的規定 牧師女 那你去了以後 我們在台灣都可以 不可以喝酒喝不可以 再去找妹妹 你去看看 還有女人在 有些回家國家要遮頭遮臉 你不然就不要去 去了你就必須要怎麼樣子 要尊重 新加坡有邊形 新加坡算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的吧 新加坡有邊形 你到新加坡就千萬不要換被邊形的罪喔 否則真的屁股會拔起來 打你一頓喔